大家好 我是喵喵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第三把剑的内测试玩 你在看什么呢 首先的话 也是非常幸运的拿到了一个激活码 然后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9月12号内测的第三把剑 首先它是分为 克兰卡纳冒险和欢乐竞技场的 我们先来进入这个冒险的模式 首先是选择一个英雄 然后进入副本 感觉这个游戏的话 有一些就是 它的一部分是有一种 就是可以刷怪刷的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那么我现在使用的英雄 也是百变魔女 是一个法师英雄 虽然说是法师 但是它在副本中的输出 也是非常的厉害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跟着我一起感受一下 第三把剑的副本 冒险 我不会让你打到我的 为它的三技能的话 是可以变成蛋 蛋的这种感觉 一技能的话是一个OE 直线上的清兵 二技能的话 是给自己加上一个法师护盾 可以吸收一定的伤害 我的小伙伴们可是很好客的哦 在这里的话 跟NPC进行一些对话 就可以继续的刷怪了 还有什么皇城PK 圣者为王 弄杀 弄杀boss 什么 弄杀装备 单挑boss 根本停不下来 至于上手的话 这款游戏的话 也是一个类 DOTA型的游戏 那么四个技能 以及像这个 一些传统的网游上 就是空格箭 拾取物品 还能 这里的话 还是可以破坏一些建筑 而这个游戏的画风的话 也是 好 我对于女生来说 可能就是会比较的卡通 也是我能接受的画风的套 因为录制视频的关系 我这里的话 是没有开全特效的效果 我们看了游戏特效 就是说 开全特效的话 给玩家体验会更高一些 在这里装备系统 也是比较的人性化 可以直接装备一下 在这个副本中 我们主要挑战的就是 好像是要打一些僵尸 那么在这个小镇的话 也是布满了丧尸 对面一个穿着白色的新的姑娘子 被我一巴掌给拍飞了 在这里 这个小镇也是布满了感染者 突然有一种 这个美国末日的感觉 好 你父亲就在里面 快进去吧 别让他等急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游戏主人公 就傻乎乎的 一副反派的感觉 那我们控制人物 肯定是要跟过去看一看 不说是看一看发生什么事 当然是凑热闹 好 我们队友的话也是这个 智商智商军下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登透这个boss了 我的大猫猫 boss的名字叫天才小鬼 西莫拉 他的技能的话是会放炸弹 既然都说了是天才小鬼 想必肯定是熊孩子一个了 问题不大 也需要注意一下他的走位 躲到一些技能 那么这个副本的通过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大范围的炸弹技能 定时炸弹 那么我们的话也只需要 就是不要走到炸弹炸弹身上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游戏的话 也是比较基础的右键点 地板的操作 所以说习惯习惯性玩一些 我的大猫猫现在比较主流 主流主机网游的玩家们 嗯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好上手的 虽然游戏的设定 呃就是竟然跟一个 跟一个熊孩子进行一个单挑 而这个熊孩子也是看起来骨骼非常惊奇的样子 竖着一个扎着好多辫子的放行 好那么这边的话也是空格剑 失去所有的装备 那么这个副本的话 我们就通关了 鼓掌 啪啪啪啪啪啪 我的小伙伴们可是很好客的哦 在副本通关之后会给你评分 以及选取一枚富翁宝箱作为奖励 但是好像只有钱 瞬间就脸一黑 好那么在这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欢乐竞技场 你在看什么呢 第三把剑的话也是呃 之前我在看这个介绍的时候是被评为最具创新的一个 这个莫巴游戏 那么就因为是莫巴游戏 所以是多人在线进行对战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是刚玩 嗯不太想去看别人 所以在这边选择了 人机模式 当然也是来熟悉一下英雄 可能以后熟悉 熟悉了英雄之后 也会挑战一下匹配游戏 跟玩家们一起进行对抗 一起对抗玩家 而不是人机 在这里的话 我是选择蓝星公主 蓝星公主的话 也是就是这个第三把剑 她的这个主页上 拿着一个仙女棒的妹子 好那么也是进行一个出门装的购买 我是买了冥想之石和恢复指环 以及两瓶小红 两瓶小蓝 在这个新手竞技场的时候呢 嗯就是它是只有一条路的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 嗯直接跟电脑进行一个对碰 好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蓝星公主 纳克兰 纳克兰的一技能蓝色星光 向指定方向发射一道蓝色星光 命中第一个敌方目标 后对其造成一定的魔法伤害 同时 使目标降低移动速度 她的二技能星光照耀 对指定区域释放星光 要坚强要美丽 范围内所有敌方目标 受到一定的魔法伤害 这个技能的话 也是一个AOE的亲密技能 能对范围内敌人造成伤害 只要释放得当 可以对敌人造出一大片的输出 这个话又开始了前期的一个对线 因为是法师 所以仇恨好像是比较大 一直在被对方消耗着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出门是有补给的 所以问题不大 来看一下这个纳克兰的三技能蓝星护盾 为友方英雄施加一面 持续五秒钟的护盾 可惜受定的魔法伤害 呃不是魔法伤害 就是一定的伤害 护盾存在期间 受控制时间减少 减少一定的百分比 那么随着这个技能等级的提升 这个百分比也会逐渐的增加 最大的时候可以受控制时间减少70% 同时对友方英雄恢复一定的魔法值 可以说这个技能也是非常的人气象 纳克兰的大招 星辰冲击 但是这个时候我好像是被对面的人打得非常凶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的队友 也是把对方的英雄点得非常疼 纳克兰的大招 星辰冲击 向前锋扇形范围 发射星光 令范围内所有敌方英雄 眩晕1.5秒 这里注意是范围内的所有敌方英雄 并受到一定的魔法伤害 所以说这个英雄的话还是比较全的那个英雄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那么由于这个是人机 所以很多金头就是游戏的战斗画面 就给大家剪辑着看了 主要的话就是配合队友进行的一些击杀 那么刚才还是说到了 我觉得纳克兰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英雄 因为他的技能的话就是 像大招到达6级之后 就可以以一个稳定的控制 配合队友进行击杀 那么之所以说他比较的全面的话 就是他是一个法师 那么随着装备的提升 他有魔法输出 一技能跟大招 又能提供稳定的控制 二技能是一个范围的伤害技能 可以清兵也可以进行一些消耗 那么这个三技能是一个护盾 又是一个比较好用的辅助技能 当然这个前期人机的话 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难度 轻轻松就推倒了敌方的剑主 那么马上就要推倒兵营了 好那么这里就胜利了 这里是第一期为大家带来第三把剑的内测试玩 主要的话就是展示一下游戏的画面 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会做一些别的 好那么现在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